第八百集 有一汪碧绿的池水 这池水就好像是碧玉一般 叶浩轩弄不清楚 到底是石壁倒映出来的影子 还是这池水本来就是这样的 水池的正中央处有一块石壁 薛听雨 就躺在那张石壁上 他的神色很安详 嘴角处有一抹微笑 现在的他就好像是熟睡一样 听雨 叶浩轩跑到了池边 定定地看着石壁正中央处躺着的薛听雨 一时间心中是百感交集啊 三天前的那场恶战依然还在他的心头 当时他真气耗尽 花胜一见封喉 他的生机在当时已经断了七七八八 可以说是命悬一线 薛听雨又义无反顾的一件断魂 让自己得到了凤魂传承 之后涅槃重生 然后进展来返之地 但是薛听雨的命运究竟怎么样 叶浩轩现在还不知道 他不知道用残破的启齿一键断魂之后的薛听雨 是不是还能活得下来 你放心 他现在只是睡着了 轻衣真人安慰道 听轻衣真人这样一说 叶浩轩这才松了一口气 只要薛听雨还有一席尚存 纵使走遍天涯海角 他也要找到办法让他醒来 他什么时候能醒来 叶浩轩问 不知道 或许是一天 或许是一年 或许是一辈子 因为取持一键断魂 他斩断自己的生机 才能让凤魂 另寻其他传承 谁也说不准 轻衣真人道 我该怎么办 叶浩轩真正的出神啊 他会醒来的 因为他有荷花命 轻衣真人说 荷花命 叶浩轩反而有些疑惑地问道 荷花命不是破解了吗 况且这种命数 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物极必反 世人都认为 荷花命属于 薄命如指的运输 但事实上 荷花命 有另外一年 轻衣真人说着 拿出了一颗莲子 荷花的莲子 生命里 生命里其实是最旺盛的 即使是埋藏在 淤泥里数千年 但只要有一个奇迹 它就可以开花结果 听雨的命虽然薄 但是他的命数却很强 或许只要有一个奇迹 它就可以醒来 燕浩轩 接过轻衣真人 手中那颗莲子 它久久不语 看世间 花开花落 缘起缘灭 接不过一个情子 斩不断 礼还乱 因缘而起 因缘而灭 轻衣真人流了一句 让叶浩轩懵懂的话 然后转身离开 叶浩轩似乎懂了什么 但似乎又不懂 他看着池水正中央的薛听雨 然后轻轻地一跃 跃到了他所在的那块石壁上 薛听雨睡得很安详 他的嘴唇带着 那丝淡淡的微笑 让叶浩轩感觉到有些心疼啊 一剑断魂 战断自己的生机 换来自己的涅槃重生 终败强敌 他默默地为自己付出 即使是长眠不起 他也心甘情愿 叶浩轩府下神曲 将薛听雨缓缓地抱在怀里 就好像是两人之前在道观里 依偎在一起看星星一样 女人 不要睡了 该醒醒了 叶浩轩抱着他轻轻地说 薛听雨没有反应 他的嘴角始终带着那抹淡淡的笑意 虽然他一直在沉睡之中 但是叶浩轩有种感觉 他再听自己说话 自己说的话他都能听得到 你不是要上世界第一高峰吗 只要你醒了 我带着你一起 去高峰之巅 看看另外一个国度 那个地方很高 所以那里的星星一定很亮 你不是喜欢看星星吗 到时候在那里看星星 一定很漂亮 不知道高峰上有日出没有 如果有的话在那里看日出 一定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你终于摆脱了你的宿命 我们来的时候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回去的路上 我们骑着急云 一路赶回京城去 策骂江湖 作为对江湖儿女 养生擅访现在的形势很好 他已经开遍了大半个滑下 今年快过完了 明年你的目标就是让他 开满整个滑下 接着让他冲出滑下 走出亚洲 让他在全世界便利开花 让我们滑下的要扇 赚老外的钱去 一直以来 你都是默默地在为我付出 我都看在眼里 看到你开心时我也开心 看到你难过时我也难过 我这样说 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叶浩轩真正的出神 与薛听雨 往日的种种情景 浮现在了心头 他心里有些感觉 也有些气苦 他感觉自己辜负了一个好女孩 他这么毫无怨言的付出 换来的仅仅是 自己陪他一次藏地之行 这对他来说不公平 他也是个女人 他有血有肉 有自己的感情 有自己的情绪 他也会不开心的 他也会吃醋 可是他能做到为自己默默付出 而自己则对他一直比较冷淡 这对他不公平 叶浩轩心中在深深的自责呀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继续揽着薛听雨说 心一真人说 这个世间的事情是有两面性的 你的荷花命虽然是薄命之下 但无极必反 每件事情都有一面不为人知的存在 荷花的莲子 是这个世界上生命力最顽强的 即使是在淤泥里面沉睡数千年 只要有一个契机 它就会开花 我相信在你的骨子里 也有一个顽强不屈的性格 你一定会醒来的 对吗 因为你是薛听雨 你是我的女人 你不会就这么沉睡下去 我也不允许你就这样沉睡 行行吧 你睡了这么久了 是时候醒来了 叶浩轩双眼 腾起一阵迷雾 藏地之行所遇到的种种 在他心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硬恨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里发生的事情 也不会忘记眼前的这个女人 在这里为他做的一切 一抹白芒从叶浩轩的身上飘了出来 这朵白芒飘飘荡荡地游到了叶浩轩的跟前 然后在薛听雨的身边晃来晃去 你是 庙慧 叶浩轩看着那一抹如烟一般的白芒问道 这是庙慧的原灵啊 清一真人说庙慧与薛听雨前世有一段因果 所以两人的命运该是如此 庙慧还有一线生机上座 他不可能就这么去 所以说他的原灵叶浩轩一直待在身边 让他寄存在用道家密法结成的符咒里面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自己飘出来 庙慧的原灵在薛听雨的身边是蹭来蹭去 似乎是在唤醒他 又似乎是对薛听雨有些不舍 看 庙慧都出来叫你了 该醒醒了 叶浩轩的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他轻轻地把手中的古莲子放在了地上 庙慧的原灵在半空中飘飘荡荡 然后游到那颗莲子上面 他在上面盘旋了数圈 然后毫不犹豫地钻入了那颗莲子之中 在他钻入莲子的那片刻 那颗古莲子微微地移动 然后裂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 随着一个小小的嫩芽 以极快的速度生长了起来 叶浩轩又惊又喜啊 他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有一点他是确定 这颗数千年前的古莲子开始成长 莲子的生长速度极快 他以极快的速度生长了 快速地截出根茎 随即一朵小小的花古朵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花古朵渐渐地盛开 叶浩轩数了数 总共有九朵莲瓣 每一朵莲瓣都在努力地生长 片刻以后一朵洁白的荷花展现在叶浩轩的眼前 莲花的根茎并不算大 跟盆景里的花差不多大小 荷花长成以后一团白烟在荷花上腾起 随即一张娇小可爱的表情在荷花上展现 却正是庙慧的脸 庙慧对着叶浩轩微微的一笑 然后又引入了荷花之中 他以后会以这朵荷花为教 直到叶浩轩找到让他重生的办法 叶浩轩又惊又喜 或许等庙慧吸收了足够的天地灵气 他可以化形为原来的样子到处走动也说不定 就在这个时候 薛听雨的手微微地移动 他却是清醒了 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与叶浩轩那一双坚毅深邃的目光 重叠在了一起 你醒了 叶浩轩心头一松 嗯 我睡了多久啊 薛听雨懒懒地靠在了叶浩轩的身上 他感觉身后的这个男人双臂很结实 他想多躺一会儿 三天了 叶浩轩微微一笑 竟然已经过去三天了 薛听雨争了争 他把脑袋靠在叶浩轩的怀里说 都过去了吗 过去了 一切都过去了 叶浩轩的手微微地一紧 过去了就好 薛听雨微微的一笑 他悠悠地说 你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得到 我只记得一句 那一句 叶浩轩诧异地说 你说 我是你的女人 薛听雨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叶浩轩 对 你是我的女人 叶浩轩没有逃避 有你这句话 就足够了 薛听雨柔柔地说 他又靠在了叶浩轩的怀里 他一眼看到了眼前的那朵小小的荷花 他感觉这朵荷花很熟悉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诧异地问道 这花 这花是刚刚开的 小丫头的园林在里面 回去以后 我设下一个四方巨灵阵 让她吸收天地灵气 日月精华 或许以后 她会从莲花里面走出来 可惜的是 她没有实体 真的吗 她还能走出来 有我对话吗 薛听雨又惊又喜地问 是真的 你和她之间 前世有一场因果未了 她的宿命 和你的宿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在关键的时候 她出来了 为自己找机体的同时 也唤醒了你 这场因果 到这里才算圆满 叶浩轩说 原来是这样 薛听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她小心翼翼地把那朵莲花 放在手里 喃喃地说 苗慧 谢谢你 莲花中一团雾气腾出 化为了一个小小的虚拟 正在对着薛听雨 微微地点头 那雾气的轮廓 正是小丫头生前的模样 她在和你说话呢 可惜她的园灵太弱 说不出话来 而你肉眼凡胎 也看不到她 叶浩轩说着伸出手去 在薛听雨的双眼上 微微地一抹 丝丝丝地看着薛听雨的双眼 进入了她的神石中 她再次睁开眼时 惊喜地发现 莲花上腾起的那个轮廓 妙慧 是你吗 薛听雨又惊又喜地问道 虚影点点头 示意自己是妙慧 真的是你 真的是妙慧 我想你 我很想你 薛听雨鼻子一酸 又忍不住流下泪来 她说她要想你 叶浩轩说 别说太久了 让她休息一下吧 这样很好缘起的 等回京以后 她的缘起强大了 就可以幻化成人形 和你说话了 好 好的 薛听雨捂着嘴点点头 她哽咽地说 妙慧 你去休息吧 以后你跟听雨姐姐在一起 永远都在一起 莲花上的烟雾 缘缘地隐去 妙慧又进入了休眠 走吧 事情总算是解决了 叶浩轩精神一震 她站起来说 嗯 花生把你死的消息传回京城了 现在 京城恐怕乱成一团了吧 薛听雨说 是 我感觉得到 叶连成那副嚣张的模样了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叶连成和她的疙瘩 再也抹不开了 妙慧不能白死 薛听雨沉默了片刻道 我知道 不管是谁 只要适合叶连成有千里的人 我一定要让他们万劫不复 叶浩轩冷冷地说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京 薛听雨问 他知道骑着马一路玩着回京城 有些不现实 因为京城好多事情 要等着叶浩轩去处理 我要去格西家族一趟 把那些麻烦给解决 然后就回京 你先走 妙善跟你一起回去 我已经安排好了 让他先跟着王铁柱 这一次 秦怡真人生气了 叶浩轩说 三行观 本来一向是与世无争的 除非有重大事情 叶灵成和你的战祸 烧到了三行观 伤计无辜 秦怡真人不生气才怪呢 薛听雨说 另外 暂时不要把我 还活着的消息带回京城 我要给叶连成一个惊喜 让王铁柱他们 暂时安兵不动 这一次 我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绝望 叶浩轩说 你会杀他们 薛听雨突然问道 或许会 或许不会 但就算是 不杀他 我也一定要他 生不如死 叶浩轩冷冷地说 为了对付自己 这次叶连成 真的是煞费苦心 江湖二流高手 被他集结了一大堆 又不惜下血本 纠结那江湖的顶尖高手 诸如齐齿 疏吃这些人 如果这一次 不让他付出点代价 叶浩轩是不是真的显得 有些心慈手软呢 青衣真人一手服务后 站在接间吃钱 妙善缓缓地走了过来 他跪倒在地上道 师父 明天 要走了吗 青衣真人说 他似乎是在问妙善 又似乎是在喃喃自语 是 明天我要随听与小姐一起回京 妙善点点头 去吧 入礼修心 顺便为妙善讨个公道 要让华夏的玄门天宫的人知道 他们近些年 对天宫人的约束有些松懈了 什么样的妖魔鬼怪 都敢来我三贤怪惹事了 青衣真人的语气中杀意凛然 是 弟子知道 弟子一定会为师妹讨个公道 妙善微微地一点头 他犹豫地一下又道 师父 还有事吗 青衣真人问 弟子舍不得你 妙善的眼圈微微地一红 傻孩子 有什么舍得与舍不得的 青衣真人转过身 脸上露出了一丝慈祥的笑意 她缓缓地扶起妙善的身体说 如果俗事一行 找到自己的归宿 就留下吧 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光景 你又不可能一下子参透红尘 当你在俗事里经历过一切 真正雾透的时候 再回来也不迟 不 我会回来的 办完了小师妹的事情之后 我就回来 妙善你摇摇头道 我舍不得师父 我会尽快历练完成 参破红尘 痴儿 俗事若衰三千 其实那么轻易就能参破的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轻易真人微微一笑 她转身道 入室修行 须持虎狼之心 行仁义之事 恶人 你要比他更恶 流氓 你要比他更流氓 这样才能不吃亏 记着了吗 弟子记下了 妙善点点头 去吧 早点休息 明天一早还要赶路 轻易真人微微地挥挥手 她再次转过身后 双手俯后 看着借鉴池中的 那一池清水微微地发呆 弟子告退 妙善跪倒在地上 她对着轻易真人 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转身离开 大家好 果为新书 都市超级透视 主角陈飞 在鬼门关走过一趟 大难不死 偶然获得 白衣道士契约传承 武术 医术 透视眼 通通都有 大热透视题材 吊打各种不服 欢迎大家收听评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